这就是全网都在吹的项羽出光 说什么项羽出了他们就能重回T0级上路 说什么对面即使是满血 也是我们项羽的斩杀线 说什么项羽其实定位是一个刺客 还说什么项羽出了纯肉装 就像打击走了发育路出了破晓一样可笑 他们说的完全颠覆了我对项羽的认识 所以我今天都要看一看 我们的项羽到底是一个刺客还是一个坦克 我已经提前设置好了出装和迷纹 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实战 先来一个一技能清理冰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这一级清理冰线很快 我都清理光了 米月还剩下两个冰线 再看看我们这打英雄的伤害 看着也是比以前高了一点啊 看来这套出装还是有点意思的 不过前期嘛一级比的只是迷纹 真正的装备我们还没有出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一分十六秒对面的米月满血复活来到线上 此时我准备给他一个出其不意 走到对面的塔里面反向一推 二技能减他的伤 然后对他普通攻击 我的天哪 我又一次的拿下了他 此时我的战绩已经二杠零了 而我们的项羽只损失了一小半的血量 我们再回家吃个血包 等他下一次过来 我们再试验一下我们的大招 看看能不能把他三杀 两分钟的时候米月复活回来了 我们躲到草丛里 他只要一出塔 我们就一技能准备 开始推 挑飞 然后二技能 此时经过我一套连招 他的半血已经没了 他闪现回了塔内 我们把他引出来一波 等一下找个机会放放我们的大招 看一下伤害 清理这个兵线 米月没有能忍住 出来了 那么我一个一技能推回去 现在我的血量已经很低了 直接大招 哎 完了 闪现 哎 死亡闪现 哈哈哈哈 比赛来到了四分钟 这一次我非要拿出我的大招 试验一下伤害 我们还是队里越下手 此时他也已经有了大招 我们要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成功的一套把他引了 打几的头像竟然亮了 我们先走一波 他把我们晕了 一套连招 我只剩四血 直接发起大招 我的天哪 你们看见了吗 兄弟们 几乎满血的打几 被我一个大招给秒了 看来全网说的是真的呀 这攻击力果然高啊 别忘了我们此时才八级 那到了后期还得了 神装以后 那对面的褪皮 根本就经不住我一个大招呀 接下来 连尾过来了 我直接一技能推进塔里 让他坐飞机 米月还在这里秀 想出塔 没怎么容易 一技能推回去 防御他拿下他 哎呀 二连击破 可惜我们也没了 米月的小黑蝴蝶就是凡人 我们接着往下看 看看到真正的大后期神装以后 相遇的大招精进有多高的伤害 我们直接跳到九分钟九十九秒 此时我已经十二级 我们的破军还没有出完 但是我感觉我现在的伤害已经很离谱了 再高一点 我估计对面的水晶都受不了我一个大招了 所以拿给你们看 千万不要被我的伤害所吓到 我一个一技能冲入了敌方的阵型 开启血手 开启大招 你们看见了没有兄弟们 满血的射手 满血的参丸机被我给秒了 虽然米月开启了大招 我们也没了 但是我是深深的被我的伤害所震撼到了 你们在哪一个坦克身上 看见过这样的伤害 我还拿下了关键团战输出83% 我的天哪 简直恐怖如斯 接着我又来到了中路 此时我看见对面的人员 那是格外的兴奋呀 直接一技能冲了上去 看见了对面的射手 我们先隐藏一波 然后一技能准备直推射手 再来个普通攻击 半血就被我给秒了 接着开启血手 一个大招打几枚了 回头一推蔡文姬 三连决胜了兄弟们 这对脆皮的斩杀线是高啊 几乎满血的脆皮 一个大招几乎就是顺杀呀 说实话 这套出招和名闻把我震撼到了 果然很厉害呀 可以用 好了 这局比赛也到此结束了 我是豆豆 关注一下 感谢观看